这是佛讲道的 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做坏事 做恶业的 甚至他严重到已经造了忤逆十恶 我们一般讲的要五戒十善 但是还是忤逆十恶 你看把佛法都毁掉了 人都杀了 把戒都破了 通通可以说是完蛋了 那这个人因为他的恶业太重了 所以应该堕落到恶道里面去 堕落到地狱里面去 永远是出不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地狱像现前 造恶当然看到地狱像现前 什么大伙 阎罗王全部要来抓他了 所以他感到非常的痛苦 这些痛苦都逼迫着他 所以佛说他根本没有办法心轻静下来 这种安安定定的念佛的 我们现在稍微可以在这个念佛会 像刚才大家一样静静坐在椅子上念佛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精神很好 身体健康 冷气吹一吹很舒服才能做得到的 但是这个人地狱像现前 他心整个是乱掉的 他是很害怕 是很紧张的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心轻静的念佛 那佛就告诉他 如果说你不能心里念佛的话 你就出声念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相同的 这个五逆十恶心里虽然乱了 但是嘴巴本来是喊救命的 现在旁边的人告诉他说 你要转成喊南无阿弥陀佛 结果就喊出南无阿弥陀佛怎么样呢? 佛说消掉八十亿节的罪 刚才所讲的五逆十恶的罪 瞬间就消掉了 地狱就消失了 所以各位 你看刚才喊救命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但是一喊南无阿弥陀佛 地狱就消失 罪业就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 本愿称名 出声念佛的殊胜 所以如果说是纯正净土中的传承 历代的祖师都是用五逆十恶的例子来讲的 所以各位 在龙树菩萨这里说的 若人念我称名 这里的若人不是指菩萨 不是指普通的人 而是以这个五逆十恶作为例子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各位 如果说今天阿弥陀佛讲 现在是一个地狀菩萨念佛可以灭罪 请问这句话有力量吗 当然是没有力量的 因为我们会说地狀菩萨是大菩萨 是大菩提心 当然他念佛能够有功德 能够灭罪 所以你讲一个大菩萨念佛能够灭罪 基本上给人家的信心就不大的 好像我们讲赛跑一样 现在是一个黑人 世界的冠军 好像一个图案 我们讲的是非洲的闪电侠 心通话跑得非常的快 如果今天他说 他一百米跑了十秒 那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的 他是全世界腿最有力 跑得最快的人 一百米跑个十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现在如果说一个双脚残肺的人 他也能够一百米跑个十秒 哇 那你就要看你到底怎么弄了 怎么小残肺还能够跑跟世界冠军一样的快 所以同样的 为什么历代祖师都给我们讲这个五逆十二念佛的例子 因为五逆十二就像一个腿残肺的人 他什么坏事都做了 他一点点的善都没有 我们人有时候还会做一点好事 但是五逆十二的人是完全没有的 你看佛说他是具足不善 他有的只有坏事 而且是圆满的坏事 真的是像一个脚残肺的人 而且是残肺到完全不能动的那一种 五逆十二的人可以说 对这个宇宙完全是没有用的 但是他这样子的念佛都能够消到罪业 都能够得生净土 跟菩萨没有两样 这就凸显到我们念佛的不可思议了 像上次我跟一位联友讲到这个五逆十二念佛的例子 他嘴巴就掉下来了 对了 就是要我们嘴巴掉下来 听到了以后我们嘴巴没有掉 你这根本就没有效 可能就是讲错了 你听了心里感到震撼 眼睛突出来 嘴巴掉下来 就代表说我们讲对了 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他会让我们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感到不可思议 会让我们很珍惜 原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这么好的 我也要念了 是啊各位 这个五逆十二 如果说他念佛能够消掉业的话 那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的业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 你也不可能严重到杀人的那一种 各位你杀过人的给我举手看看 杀过人今天你不会在这里见到我了 五逆十二 他是杀人犯当中的杀人犯 因为他是把这个圣人 甚至把自己的父母都伤害的那一种 那这样子的人念佛都能够消夜 我们普通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祖师都以这个五逆十二 讲为念佛的标准 龙兽菩萨就讲了 念佛是坐船的法门 这个一艘船 今天他能够载一万公斤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才带一两个行李上去的话 那肯定没有问题 一万公斤都可以了 更何况是我们这种小小的行李呢 所以佛祖师给我们举出五逆十二 他不是说要我们故意去造业 也没有人喜欢造业的 只是说肯定了五逆十二念佛有用 就肯定了所有念佛人通通都有效的 我们看阿弥陀佛说的 阿弥陀佛讲的 他要度的是十方的众生 也就是说十方众生 如果每一个人犯了五逆十二 对阿弥陀佛来说通通都没有问题的 阿弥陀佛的大怨船 是能够扛住十方众生 五逆十二最重的业 那我们这些平常小小的业根 你就不用讲了 平常讲的什么 师父啊我杀生啊 度过太阳没有吃过树啊 以前种种的这些 对佛来说都是小事一桩的 这上次呢有人问我说 师父啊希特勒 以前这个德国暴君杀了很多的人 他就问我说 师父这样子的人念佛也能够灭罪吗 各位能不能够灭 如果不能的话呢 希特勒念佛不能够灭罪的话 那佛讲五逆十二呢 就是打妄语了 就是骗我们了 所有的罪 如果还有念佛 通通都能够消灭 在阿弥陀佛底下 是找不到不能够灭罪的人的 只是说希特勒呢 没有遇到阿弥陀佛而已 其实啊 如果说我们担心 我们自己的罪业的话 其实换另外一句话说 我们就是担心阿弥陀佛的 大院船太小了 要不然怎么会担心呢 哎呀我的罪业很多了 阿弥陀佛的船呢 大概都在不动 就担心阿弥陀佛的船呢 太小 所以呢才会忧虑 所以到最后发现 这些担心呢 都是多余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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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